好 生词看完之后呢 我们跟老师一起来看看课文部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The Great St. Bernard Pass Connects Switzerland to Italy 你看本文中这个第一段描述这个顺序啊 给我们看书的感觉就好比是我们坐着一架飞机 慢慢慢慢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最后降落到了这个修道院里面 我们呢是用大的地方慢慢越来越细致 到了具体的几个修道院这个地方 就好像坐着飞机下降一样 一开始第一句话先描述了 著名的这个圣伯纳德大山口 把这个瑞士和意大利连接到了一块 是远远地看到了这个圣伯纳德大山口 这个本文中是把A和B连接起来 用的是Connect这个动词 这个动词是个常见词汇了 它可以表示把A和B两个东西 从物理上连接起来是可以的 这个搭配叫Connect A WithB有的时候也可以用Connect A ToB差不太多 表示把两个地方连接到了一起 用With用To都可以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著名的这个海峡隧道 大家在新概念二侧可能学过 这个Channel Tunnel 就是英格兰海峡下面有个隧道打通了 从英国到欧洲可以从海底走了 The Channel Tunnel has connected Britain with mainland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这个海峡隧道第一次把英格兰布拉丁 还有欧洲的大陆连接到了一块 就是我们可以坐着像地铁一样从底下可以穿过去了 是这么一个 Connect A with B 这个With 换成To是可以的 注意这个mainland表示大陆 这个词比较特殊 它表示欧洲大陆什么中国大陆 它一般是放在中心词的前面 Mainland Europe叫欧洲大陆 中国大陆叫Mainland China 也是这么来说 就是把A和B连接到了一块 本文中用这个词是可以的 那还有哪些词可能有类似的意思 在写作中可以跟它替换呢 有很多我们先看一下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Link A with B 或者Link A to B 把A和B连接到了一块 咱们未来会看到这个Link 做名词就可以表示这个铁链子 那个铁圈 每一个环叫做一个Link 动词是连接到了一块 这个好记 还有一个很多东西可能忽略掉的 也可以表示把A和B两个事物连起来 就是我们在第17课会出现这么一个动词 叫Join Join A to B 把A和B连接到了一块 注意这个时候借词一般加To 这个词 Join也有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看一看参考一下14课的这个剧情 咱们请看78页第八行 78页的第八行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The Verizona Bridge which was designed by A和B Join's Brooklyn to Staten Island 著名的这个Verizona大桥 它是由当年奥特曼·阿曼这个人设计的 他把布鲁克林区跟斯塔顿岛连接到了一块 未来在第17课会讲到 布鲁克林区和斯塔顿岛是纽约市的两个borrows 是两个里面的地区了 中间隔着大海 这个大桥把这个布鲁克林区和斯塔顿岛 这个隔海相望的两个地方连接到了一块 Join A to B 你看看本文中的connect后面加with总搭配是类似的 这三个可以同时记 就是把A和B连接了起来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表示物理上的连接 我们可以表示在头脑中把两个事物联系到一块 由这个事联想到的那个事 这两个事物在头脑中搭建了一个桥梁 这个时候有哪些表达呢 首先我们看刚才那个connect 还有这个link也可以表达这个含义 那么这两个词是多一词 不但可以表示物理上的连接 也可以表示头脑中的联系都可以 但是那个join这个词一般很少表示联系 一般都是物理连接就好了 我们看一个表示联系的意思 比如说你看这个句子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link him or to connect him with the murder 没有任何的evidence 咱们第一课生词中讲过叫证据 我们说过证据是不可署名词对吧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它和这个谋杀案联系起来 这个不是用绳子绑在一块 而是头脑中建立一个推理桥梁联系起来了 把AKB连接可以用它 AB连接起来也可以用它 这个可以同时机 好 那么还有哪些词可以专门表示联系呢 你看下面这两个动词 一般不能表示物理上的连接 而只能表示在头脑中联系起来 或者由A联想到B都可以 我们大声读一下 先读第一个词 associate associate 这个后面一般都是跟with搭配 associate A with B 把AKB连接起来 还可以用这个动词在那边 relate relate 那么relate A to B 也是把A和B联系到了一块 这个一般都表示头脑中的联系 而不能表示具体的连接 咱们来看一看第23课的一个例句 请看第114页 第10行 114页的第10行 就是第23课里面 好 有这么一句话 它说 There are countless people who ever since their early years have learned to associate snails with food 那么有数不胜数的人 咱们在第一课就讲 在第一课讲过 在第二课应该是 ever since 咱们以前说过 自从什么什么之后 一直就怎么样 有数不胜数的人 自从他们早年开始就小时候了 从那时候开始怎么样呢 就已经学会了 我们说了 ever since 这个词一般在主题中要求中完成时了 对吧 学会了怎么样 把蜗牛跟食物联系到了一块 就是由蜗牛看的蜗牛 能联想到食物 A和B 在头脑中建立推理桥梁 可以用associate 后面叫with 在这里面换成relate to 也可以 relate 后面with换成to 也是可以的 这是联系起来 好 本文中是把什么和什么呢 本文中是把瑞士和意大利连接到了一块 瑞士这个词 咱们注意发音 不要读成sweiterland 也不是sweiterland 中间这个t发音 但后面这个字母z是发s这个s的声音 t跟s放在一块儿 应该发ts这个声音 随便瑞士这个词跟老师大声都变 sweiterland sweiterland 它是发ts ts这个声音 后面那个land在这清读 不是land 是land 在那边 sweiterland sweiterland 在单词中间发ts 这个声音确实不是特别常见 我们总结几个常用的 比如第一个 瑞士 我们再读一遍 sweiterland sweiterland 好 还有我们很多同家爱吃这个比萨饼 咱们很多人容易把它误读成pizza pizza 不是这么读到 中间还是发ts这个ts 这个声音 跟老师来大声读一遍 pizza pizza 读成pizza 而不是pizza 这个容易读错 还有这个纳粹这个词 我们跟老师再来遍 Natsi Natsi 是这么一个声音 是单词中间发这个ts 注意容易读错 咱们便把它读错就好了 好 那么第一句话 远远地看到著名的这个大伤口 把两个国家可以说连成了一体 后面说了 at 2473 meters it is the highest mountain pass in Europe 他说因为有2473米这么高 它是欧洲最高的一个大伤口 指那个大伤口呢 就是指第一句话中的吗 他不是有语境吗 就是圣波纳德大伤口 是欧洲最高的一个大伤口 本文中这个这词at 是表示海拔高度的意思 我们表示一个山 一个山峰有多高 都可以用这个解释at 如果把它写完了呢 就相当于add an altitude of da 处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之上 我们把海拔高度这个词也大声度下 altitude altitude 注意不要搞混呢 还有一个词叫attitude 是态度 那就把第一个l换成字母t a t t i t u d 那是态度attitude 不要把它弄混呢 这是altitude 在这表示海拔高度 在多高的一个海拔高度之上 咱们怎么样 在本文中呢 其实是一个原因状异 因为它有2473米这么高 所以它是欧洲最高的一个大伤口 可以这么说 本文中其实咱们可以看作 是省略的being的一个非为动词 其实写完了应该是being at 我们再写下去 我们知道在前面说过 being这个词 如果出现在非为动词 或者出现在独立主格中 可以怎么样 一般情况下 可以把它省略 但是不省呢 不省也正确 既然写也行 不写也行 咱们一般情况下呢 就把它都省略了 就能写 还能不写 一般咱们就不写了 咱们写字中不是没有一个多余词吗 这个being在这被省略了 被省略了 我们类似说几个句子吧 比如说 4807米高高的这个波浪峰 叫Mont Blanc 这个在法国的境内 所以这个来自一个法语词 叫Mont 叫山地词 Mont Blanc 后面这个不能动成blank 按法文动成blanc 就波浪峰 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阿尔卑斯山脉 咱们在第四侧的第三课 就会碰到 叫The Alps 我们把这两个名称先读一下 先读一下 第一个波浪峰 Mont Blanc Mont Blanc 好 再读一下阿尔卑斯山脉 The Alps The Alps 4807米的波浪峰 是不是可以说 因为它有这么高 所以它是整个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在这有多高 执重器是At 前面聚首那个B应呢 咱们可以省略了 咱们说一遍 看看怎么说 是不是可以先说 At 4807米 Mont Blanc is the highest peak of the Alps 因为有4807米这么高 所以这个著名的 你看看波浪峰 就是什么阿尔卑斯山脉的 最高的一座山峰 在这依然是 用戒次短语 可以看作当一个原因状元来用 对不对 咱们不一定可以指山峰啊 咱们换一个 指人看行不行 我们换一个句子 请看中文 因为只有35岁 他是这所大学里面最年轻的教授 非常了不起 年轻有为 因为只有35岁 我们可以直接 有多大岁数 可能用At the age of就好了 那么前面那个因为呢 你看是谁又35岁啊 是他只有35岁 主居主义也是他 干脆咱们用非味动词 就不用说 because he什么什么了 对吧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用being being又被去掉了 我们直接可以说说 因为只有35岁 直接可以把它换成 At the age of 35 He is the younges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因为只有35岁 他是这个大学里面 最年轻的一位教授 你看依然可以看作在 剧手省略的 这个非味动词being 可以用非味动词 还是因为35岁 还有四岁年轻教授 主语是统一的 用非味动词 注意being 依然被省略了 就好了 好 下面呢 你看我们好像坐着飞机 慢慢慢慢慢慢 开始下降 看的地方越来越清楚了 后面就看到了 这个地方的修道院了 你看他说了 The famous monastery of St. Bernard which was founded in the 11th century lies about a mile away 每个飞机开始缓缓使劲 我们看到这个修道院的轮廓 大致的轮廓了 它是著名的圣伯纳德修道院 圣伯纳德修道院 里面有个GIS OF 这是我们以前知识的复习 在第三课中 大家还记得 老师讲过 用GIS OF可以引出地点的名字 这是个重要的表达 咱们再回顾一下 在第三课中 就是22页的第二行 22页的第二行 出现了The Eugene Island of Key 大家还记得吗 爱琴海的基亚岛 这个爱琴海的岛屿 名字叫Key 名字叫基亚 再比如说 依然在第三课中 22页的第三行 就在刚才那个基亚岛的下一行 The promontory of Ayer Irini 一个叫做Ayer Irini的 这样一个海角 大家还记得吗 突出到大海内部的一个悬崖峭壁 可以这么说 这个名字叫Ayer Irini 可以用它 我们进一步复习 你像74页第一行 16课 我们未来会讲到 一个叫做Para Kora 一个小不丁点的小村子 The tiny village of Para Kora 这个村子的名字叫Para Kora 用它来指出 用GIS OF引出地点名字 依然可以举于反思的 多看几个 比如说 但是我们看到这几个 都是地点的名字 我们回忆一下 如果要是表示 小说的名字呢 能不能说三国演义 这本小说 The novel of three kingdoms 这个表达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不能引出 小说报纸杂志 是书籍 这个报刊的名字 我问大家 如果有引出这个名字 有什么来的 咱们以前讲过 The novel entitled three kingdoms entitled 表示被命名 叫做什么 entitled是给小说 报纸杂志 冠名 起名字 同样的 the movie entitled the vinci code 叫达芬奇 密码的这部电影 电影 小说 杂志 报纸的名字 用entitled来引出 那么人名字呢 可能大家 回忆起来了 the man named 或者called Vincent 一个叫 文森特 这样一个男的 这个知识 是我们以前 在第三课讲过的 这个引出各种名字 用不同的表达 注意地点的名字 可用接词of 本文中是著名的 圣伯纳德 这个修道院 修道院的名字 也是用它来引出的 然后后面呢 有一个非线的 新德语从具 在两个多号中间说 which was founded in the 11th century 它建造于11世纪的 著名的 圣伯纳德修道院 这个found 这个简单 是建立或建造的意思 在那个时候被建造的 当然这个表达 是正确的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修道院 历史悠久 它可以追溯到 公元11世纪 大家可能听到 追溯道这个词 觉得耳熟 为什么呢 这个表达 咱们在前面 可能学过吧 我们在第三课 是不是讲过 它的头 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躯干追溯到什么时候 咱们回顾一下 这追溯到怎么说 22页的第11行 到第12行 讲过的 前面知识 不能忘记 要带着复习 那22页的第11行 到第12行 有一尊雕像的躯干部分 被发现在一堆废墟之中 这个废墟有多久呢 可以追溯到 公元全15世纪的 一堆废墟中发现了 这个追溯到 用的是主动结构 date from 那么现在分词 当非位于 当后置证于 修饰remaze 用的dating from 咱们回顾一下 追溯到某个时候 用date from 注意这个date的动词 还可以用 date back to 可以追溯到 还可以用一个动词 trace吧 看大家 谁还能背出来 can be traced back to 可以追溯到 某一个时候 这是咱们第三课 知识的 另外一个词诞展的复习 那本文中带进去呢 我说这个大山口 可以追溯到 什么什么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用它 我们带进去 可以变成 which dates from the 11th century 可以这么来说 因为在这可以当作 常识性的一个东西嘛 一般现代时就好了 它在什么时候 就开始有了 用第二个搭配呢 which dates back to the 11th century 第三诊单数 我们还是加s 第三个搭配呢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1th century 也像 这是追溯到 也是表示 某个东西历史有多久了 这两个表达都很漂亮 都可以替换 第一个是被建造 第二个是追溯到 好 那么定义从就结束 最后出现了 就是主句的卫动词 这个修道院在哪里呢 Lies about the mile away 距离这个大山口 也就是一英里之腰 这个位于某个地方 用的是躺下 这个词 Lie 这个又是我们在前面 第三课知识复习了 你看这个第八课 跟第三课 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都是指地方吗 我们看一下 第二十二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 二十二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 An American team explored a temple which stands in an ancient city on the promontory of Aya Irina 美国的一个考古队 考察了一个庙宇 这个庙宇位于哪呢 位于一个叫 Aya Irina的海角上的 一个古代的城市里面 这个位于用的是stand 我们说stand这个词 更强的立体感 它一个独庙 就一栋小房子 好像站在那一样 而我们本门中的 圣伯纳德修道院 是个大的建筑群 一个东西面积一大 这平面感就更强烈一些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用躺这个词 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当时这个圣伯纳德修道院 是一个像村庄一样 一个比较大的建筑群 比较大面积的东西 咱们用平面感强的 位于蜡也好一些 特别是一个村子 一个城市 甚至一个大的面积的山脉 一个国家 差别于某个地方 用赖 一般来说更好一些 好 飞机在缓缓降落 我们由这大山口 飞到了这个修道院的上方 再往下降落 都看到修道院里面的狗了 下面说 For hundreds of years Saint Bernard's dogs have saved the lives of travelers crossing the dangerous paths 说数百年来 圣伯纳德犬 救了那些市厨穿越 这个危险的大山口的 那些游客的生命 这个 For hundreds of years 这个简单 就数百年来 一直都是这样的 那么用for这个词呢 最好咱们用完成式好一些 所以后面用的是have saved 救了什么什么 用完成式 这个Saint Bernard's dogs 圣伯纳叫德犬 也是用这个地点 给这个动物来命名的 圣伯纳犬是世界名犬了 大家可能在马龙上见到 有人牵这种狗 这种狗比较名贵了 世界名犬胜不纳 叫Saint Bernard's dog 就类似于这种犬 体型比较庞大 体重也很大 就是大吨位中的 这种犬 为什么 因为本文中 它也是一个救生犬 救了很多的人的生命 这个人被困在这个里边 这狗可以把整个 一个大成年人拉起来的 你说让人精班去救人 这恐怕真够枪 精班一共才半仅的 这大狗好几百斤 跟一个豹子一样 劲儿特别大 可以把成年人救起来 就是本文中这种狗 但是性格温顺 是一种救生犬 好 那么救了那些 穿越危险的大伤口的 游客的生命 注意它出现的是穿越 这个大伤口 用的是动作cross 再加the dangerous path 那么比较一下 在下文进一步推进 用某个方式穿越 你看在本文中的第十行 出现徒步穿越这个伤口 往下看 第十行 出现了一个 crossed paths on foot 徒步穿越这个伤口 这后面加了一个状语 on foot 对吧 我们后面这方式又变了一下 再看第十一行 还是这颗书 第十一行末尾到第十二行开头 出现了一个 crossed paths in cars crossed paths in cars 是驾车穿越这个伤口 徒步用的是on foot 驾车用的是in cars 驾车穿越这个大伤口 你看到这两个东西 有个共同的地方 共同的表达 什么表达呢 就都是动词cross 再加宾语之后 再加方式庄语 方式庄语 只不过一个用的on foot 一个用in cars 都是用借词庄语来充当的 加方式庄语 这是用某个方式 穿越某个地方 表达之一 表达之一 咱们做一个对比 在另外一棵树中 出现了另外一个类似的表达 比如咱们看 第58页的第11行到第12行 58页的第11行到第12行 咱们看这句话 他说 他们很快速地 给个橡皮救生艇上 装上了食物啊 火柴啊 还几罐啤酒 并且划船划了井里 穿越了这个加勒比海 最终到达了一个 小不丁点的小的珊瑚岛 大家注意 这是驾船 穿越了这个加勒比海 它的搭配用的是 动词row 注意再加戒词 across 的caribbean 注意这个时候用的戒词across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动词没有字母A 叫cross 这里用了戒词 动词加戒词 再加这个比语 也是用某个方式来穿越 这个某个地方 我们再比较一下 第20课 就是90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第90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In 1908 Lore Northcliffe offer a price of 1000 pounds to the first man who would fly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在1908年 诺斯赫里夫寻局 提供了一笔1000英镑的奖金 给什么呢 给第一个能够驾飞机穿越 应激利海峡的人 注意他表达是 动词fly 再加借词across 再加并语 the English Channel 是这么一个结构 你发现他也有规律 这两个表达用的是动词 这动词已经包含了 这个方式 这个含义在里面了 然后再加借词across 再加并语 依然表达用某个方式 穿越某个地方 你发现这两个表达 是可以替换的 都可以 两个表达可以替换 那么我们本文中 这个crossed path on foot 徒步穿越这个大伤口 如果换成动词加across 再加并语该怎么说呢 本文中用的是 crossed path on foot 徒步穿越伤口 如果用动词表达这个方式 再加借词across呢 该怎么办呢 那不是走着过去吗 walk across the path 一样吧 这个on foot 我们把它含义 吸收到的动词walk 但是把动词cross 要换成借词across 这个不要搞混 再比如说另外一个 在刚刚看到这个 开车穿越这个大伤口 cross the path in cars 用动词加across 怎么办 开车用动词drive吗 drive across the path 这个也行 咱们再试着再变回去 看刚才那个驾船 穿越了加勒比海 row加借词across 如果换成动词 加编语 再加方式壮语 怎么办 驾船 我们可以用by boat 把借词across 换成动词cross cross the caribbean by boat 因为row是划船的意思 它一般是小船 用by boat 用boat这个词就好了 这是两种表达 都可以表示 用某个方式 穿越某个地方 而且这些表达 都是在世界经典教程 新概念英语第三图中看到了 咱们再照着模仿 肯定放心 没问题了